如何最快刷出鱼镜试炼的三个新红武戒指呢 今天调哥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为大家测试一下 怎么做才能最快 nice 首先呢第一种肯定不可缺少的就是我们的三种鱼镜 这边呢调哥也是花了150的蓝币 直接把这个进阶奖励一并领取 至于接下来咱们也废话不多说 希望大家给调哥来一波三连 多多支持一下 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纠集测试 第一个boss 恶犬帮手里 这边打掉boss之后呢 咱们直接来开开这个鱼镜宝箱 看看万事开头了还是万事开头轻松了 来直接打开 哎哟哇去 第一个箱子就出了一个新的红武啊 周期指赶紧细薄 然后也希望你们在每一个箱子中都能开出我们的新红武 第二个boss就是我们的野猪王 打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也是直接开箱子 看看能不能出啦 哎呀不错 出了一个卡片的野猪王 第三个boss就是我们的巨型沼泽罗 这边呢咱们也直接打开这个箱子 看看里面能否出新的东西呢 哎呀这个新红武没有出呢 第四个boss就是曼陀罗花 同样打完boss之后 咱们直接来开这个箱子 看能不能出新红武啦 哎呀没有出 就出了一个传奇装备 还不错 第五个boss就是精灵曼陀罗 来吧有箱子 咱们直接打开这个云金宝箱 希望能出一个新红武吧 出出出出出出 哎又是一个传奇装备 还不错 第六个boss就是美杜莎 来吧箱子有啦 直接打开 希望这个箱子能出一个新的红武给我出 哎我去啥都没出 第七个boss就是赶电史莱姆王 我就不信打完这个boss 这个箱子不给我出 新红武给我出出出出出 新红武 哎我去这箱子也只有一个传奇装备啊 第八个boss就是水晶巨蟹 来吧 我还是不信这个箱子不能出啥好东西 直接给我出来吧 新红武 新红武给我出 哎我去这啥都没有啊 再来第九个boss 黄金巨蟹 我相信这个箱子打开之后 肯定会有的 给我出新红武 新红武出啦出啦出啦 兄弟们 终于在黄金巨蟹这里出了第二个新红武 家人们一定要记住黄金巨蟹哦 第十个boss就是我们的骷髅王了 来吧 直接开好运零年给我出新红武 哎我去这箱子有个亏 传奇装备都没有出一个 第十一个boss就是我们的巨大杀虫 来吧 希望这个boss能出一点好东西 直接打开看看有没有新红武 又出了 家人们 你看雕固周期子是不是非常的可以啊 第四个boss就是我们的阿努比斯 希望站在前面的好运气来开这个箱子 也能出一些好东西 希望是红武 希望是红武 哎呀没关系 只有一个卡片也不错 至于第十四个大骑士boss 这个箱子打开之后 也是没有出新红武 第十五个boss 大巫师 同样也是没有出新红武 直到打完第十六个boss 黑暗大骑士的时候 箱子这边一开 乌呦 哇 乖乖乖 又出了一个新红武 家人们 你们说雕固这运气 熬不熬气啦 最后这边总结了 我们打了十六个boss 出了四个新红武 而出红武的boss 分别是我们的恶群帽首领 黄金巨蟹 巨大大骑士 和我们的黑暗大骑士 希望这个特色 对大家刷红武有所帮助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再给雕固开一包商店 感谢啦